我們來聽聽觀眾的看法 我們接通第一通電話是台中的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你在線上 王先生你好 你好 馬藝不代表名義 我有兩步一樣 一個第一不要沒坐滿也說謊的總統候選人 第二個不要一個丟掉丟掉各表的那個政黨 第三我就是要一個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 謝謝 好 王小姐提出了王小姐三原則 另外是台北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傑明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請說 這個踩到我們民眾的底線了啦 那已經傷害到我們中華民國的存在 那他在這個五分鐘之內沒有說到重點 這是怎麼可能做這種事情 這麼重要的場合 對不對 那我現在是希望說親民黨的宋主席或是說民進黨的蔡主席 能夠帶領我們台灣人民把中華民國的國旗撿起來 我們自己宣示我們的主權 好 謝謝林先生 你先把寄王放在這個親民黨跟這個民進黨 好 另外是新北市的詹先生 詹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傑明你好 台面上大家好 我想今天這個議題 相信全部贏家都是馬那個習近平 那這個馬英九是只有把國家全部都賣掉啦 我們強力的譴責這個馬總統一定要當明天要當天要下台 這個已經沒有用的總統 這個已經沒有用的總統啦 這個這八年的薪水一定要全部均出 把他那個這個要判刑的 這個是賣國的 好 鄭先生我知道你沒關係 你情緒稍微穩定一下 歡迎多call進來 溫雄委員其實這次很特別 我們在禮拜六接受call in的時候 每三通電話其中有一通電話是支持馬習慧 但今天三通電話其實都是把馬習慧 罵的就是馬英九出賣台灣 甚至剛才有講一句話 馬的就明天就應該要這個下台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我們這一次馬習慧之前 其實我們總共接通五通電話有兩通電話 五通電話兩通電話是支持馬習慧 到末為止三通電話不但不支持馬習慧 而且把馬英九講得如此的不堪 甚至說習近平就是贏家 我就為什麼這麼大的差別 這跟這個美國國務院暗戰差很大 美國國務院的最後一句話 恐怕你要特別來關心一下 他是半夜在昨天發的新聞稿 他最後一句話說 這個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搞到半天還是這句話 只要你中國大陸不吵不鬧 不要引起南海的爭端的話 符合美國人的利益 所以台灣犧牲掉他又怕什麼 我想第一個時間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贊成兩岸領導人用對等尊嚴的情況見面 因為這個可以讓兩岸深度交流和平交流 這個很好 這有什麼好反對的 我們親民黨的立場也是這樣 但是對 宋主席是支持的 但是有三個疑慮 到現在為止 滿久沒講清楚 你能募聊的問題 你那個第一時間 你不必去講那個這個 把一種個表拋掉 這些問題都沒有解釋清楚 所以你看剛才第二位先生就說 踩到紅線囉 什麼叫紅線 就是說至少維持一個中華民國 國家的尊嚴嘛 雖然我們在兩大中之間難為小 可是兩大之間好操作啊 小國好操作啊 我請問 以色列就是這樣子嘛 那個新加坡也是這樣子嘛 因為你這段時間很短 簡單講一下 請問從2005年開始到現在 或者說從92年到現在 有哪一件事情是操之在我的 所以老公說我給你 你就拿了吧 他不給你你都沒有了 好了我每次用這句話 我大概講了上百次 2008年5月20號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嗎 2008年5月20 5月20 520那個馬英九 總統交接嘛對不對 陳水秉交給馬英九 對 到7月大陸客就來了 這個什麼移民署啦 這個外交部啦 內政部啦 什麼陸委會海積會都沒有變 這個國家的體制沒有變啦 怎麼大陸客就來了 為什麼陳水扁是不來 因為他不爽嘛 陳水扁是製造問題的人嘛 管齊嚴聽其行 聽其言管齊行 結果都沒有變得麻煩製造者 所以老公就不願意跟 這個所謂的民進黨政府交流嘛 好了這一次 馬英九自以為得到東西 我請問你 你等一下你會舉這個 對 這個很像是數值報告耶 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數值報告 等一下 是數 你說地方政府跟中央的報告詞啊 你們有四萬個人到我們這邊來讀書了 你們有八百萬人一年到我們台灣來玩了 我們有簽了二十三項約定的 然後因為我們抓了七百個人 所以感謝了我們這個詐騙集團 這個比例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二 馬英九喜歡用數字啊 好像來數值 請問他這個報告今天在立法院談的 他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閉門會議 你有經過大陸同意 把這個會議紀錄拿出來嗎 那你拿出來的話 是不是應該把習近平說的話也拿出來 這第一個嘛 第二個 你這個內容是真的假的 我不管啊 請問我們看不到前置作業 這裡面也講到什麼RCEP 也講到這個 沒有一項人家答應你 你這裡面講的東西有哪項人家答應你 你一點都沒要到嘛 可是習近平這個國家主席 他要了個東西 地方只有小弟來 到我這邊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從此以後 他現在已經宣布了 告訴大家說 下一屆總統就是這個蔡英文 蔡英文 你到底要不要接受 這張志勤說的 不是一中一台 不是兩個國家 就是一個中國 要接受 這個 這我們看 我們只有呼籲全台灣人民 用選票來決定 千萬不能讓國民黨 欲去欲求 最後一句話 我還重複一次 毛骨悚然 因為習近平處理好內政 當然他還有很多問題 也好 也變成強勢外交了 一帶一路了 用利益來交換 他現在回頭要管台灣事務 他自己親手要來管 這是我們從去年5月7號 這種感覺 本來賴宜中教授每次問我說 你們去的感覺怎麼樣 我這句話今天跟你講 他要親手來管台灣事務 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 好 等我會聽看賴宜中老師的說法 所以我一樣問題要問一下 一星老師 因為這已經叫美國事務 我把這段話全部翻譯成中文 他說美國是非常的 這個就是對於這次兩岸的這次見面 他們感到的是非常的有很大的改善 對於兩岸的所謂的關係 還有這個是多年來最好的一次 那麼美國也認為 說非常的深刻 而且非常期待有更多的這個安平 我們說的穩定跟平安 與這個在海峽兩岸 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們更希望未來兩岸 有更多的對話 更多的這個就是很好的事情 能夠再降低這個所謂緊張 還有能夠更多的這個和平能夠產生 當然這時候要強調一件事 美國還是堅守著One China Policy 一個中國的政策 好 那麼主要原因有三公報 跟所謂的對台的關係法 所以他不斷強調就是這件事情 有利兩岸的安全 而且還樂見更多的這個 就是我們說Progress 就是更多的進步 聽起來是不錯的 所以中國時報也把它當作是頭版 但是裡面又有個小的小小麻煩 我要請教一星老師 因為我們知道你們都是學者 那學者說話 我們就仔細來讀一下 趙春山是馬英九的一個重要幕僚 而且這次他有去 在準備過程當中 他就說過一句話 他說一定要堅持出現個表兩個字 因為如果沒有個表 將來不得了 結果馬英九為什麼他不講個表 你也參與到所謂國際談判政策 理論上你的幕僚說你一定要講個表 那表示幕僚認為這件事 是OK的 那為什麼最後個表沒有了 變成只有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現在談到美國立場之前 我們先談一下 這個這一次馬為什麼提一中 這個第一個 中華民國自一九四九年 遷臺以來 一直都堅持一中 美國是一中政策 大陸是一中原則 我們是一中一個中國 這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第二個呢 謝長廷也提一中憲法 那麼馬英九不對的話 現在您是不是也應該開除黨籍呢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這次對話是三階段 其實再加上第四階段是晚宴 晚宴比較輕鬆自在 就沒有把他列入嚴肅的討論 三階段就在第一軍任的各講五分鐘的情況下 大家都不提刺激對方的自言 是 也不提讓對方不舒服的自言 就說這個台獨 雖然國民黨不贊成 但是把它當作一個政治選項 人民可以有權選擇 就跟也就有人選擇統一一樣 所以我們不希望大陸講 一中一個中國之後 就接著講反對台獨 這個是在 但是第二階段第三階段 這可以可以說沒有限制 大家都可以談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大陸 不希望我們談中華民國 在第一階段裡面 也不希望我們談中華民國總統 但這個後來第三階段都談了 那麼我們呢 大陸很在意的 不希望有個表出現 因為大陸認為個表 尤其是下面可能民進黨執政 個表就可能造成一表三千里 不知道表在哪裡去 這個是雙方避免的自言 所以說大陸不提議 那我們反而提一中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一向堅持 一中憲法 我覺得沒什麼好擔憂的 還有人說是這個對等尊嚴有問題 我覺得一點沒問題 你看很多媒體 報紙或者電視 都把中華民國的國旗 或者中華人民國旗擺在同樣的地位 分兩邊 那不是我們國格還有尊嚴地位 都得到了嗎 這有什麼好擔憂的呢 那我們再談到美國 美國其實六月份接受蔡英文 或者接受她的兩岸論述 是不得已的 因為那個時候 其他政黨的候選人根本還沒出來 是不得已的 所以不得已 美國沒有辦法 但是你看三個月後 也就在九月歐席會前 美國官員開始吐槽 美國那個智庫學者也吐槽了 那麼就是說對於蔡英文的兩岸論述是擔心的 尤其對蔡英文非常寬厚的一位普瑞喆 大家都曉得 這個布魯均斯的高級研究員 也是東亞主任 他就說他給了蔡英文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訪美前 第二個階段是訪美期間 第三個階段訪美後給他調整 但是三個月以來 他沒有看到任何蔡英文的調整 所以開始擔心 所以希望美中臺來處理這個事 另外一個接待蔡英文的麥愛文 這清楚的講出來 他說兩岸領導人 他那個時候可能指的是 那個時候國民黨看不出 有換人的跡象 所以他說兩岸領導人在新的產生之後 尤其臺灣的領導人產生之後 希望他們有個對話 能夠提出一個穩定 一個兩岸關係的一個政治架構 或者協議 那麼這樣子很清楚 所以說這個美國為什麼這樣 這是符合美國利益 你看美國的這個亞太副助卿 董雲長怎麼說的 五月二十一號 在布魯均斯的演說中 他就提到了馬英九的兩岸政策 對於兩岸的和平穩定關係 非常有貢獻 希望未來的這個未來當然可能只下一屆總統的兩岸關係 也是一樣比照辦理 而且能夠能夠更進一步的發展 這都是美國 美國為什麼按讚 美國不是隨便按讚的 美國在成立扁 這個這個等於是不斷刺激大陸的時候 就希望兩岸能夠促談 但是在國民黨在二零一一年 大家也知道國民黨提出一個和平協議 美國就認為也許太快了 你就要煞車 那麼現在又又一片平臨到一個節點按照大陸說法或者我們說可能要二零一六年以後就是一個轉捩點 所以美國又開始擔心兩岸關係是不會倒退 所以說鼓勵兩岸談判 鼓勵兩岸對話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起點 所以大部分的國際媒體都支持 我當然也聽到說什麼蘇利斯的小報反對 或者什麼什麼英國經濟學員 向來有點痠痠的在反對 但大多數媒體都是肯定 那麼國內的第一個民調出來了 那麼將來會不會有第二個第三個民調 包括民進黨自己都做的民調 甚至民進黨自己一在 我倒很奇怪 民進黨假設是那麼有八九成勝算的話 幹嘛要氣急敗壞 幹嘛說是被突擊了 然後又改口說是國民黨的這個馬席會是嚴重錯誤 是破壞民主 然後蔡英文又自己改口說 不排除蔡席會 最後又說乾脆將計就計 這樣子國民黨反正打了一個台 打了一個橋 你就自己也可以 不必有任何的變化 就做上去 但是不要忘了民進黨 假如不接受九二共識 這個橋也是白搭的 不接受九二共識 這橋也是白搭的 我覺得其實蔡英文 講法前後根本就沒有矛盾 第一個他已經講馬英九自己的 這個所謂的馬席會的發生的方式 是不符合台灣民主 馬總統自己講的 過去姑且不論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都在討論說 馬英九自己為什麼自己打自己的臉 是說四年前說 跟中國大陸領導人見面 自己後來要打自己的臉 姑且這段我們就放過他 先不講 這個 但他之後當選 2012當選總統之後 他也提過啊 要去中國大陸 訪問有三個條件跟原則啊 國會授權 民意認可跟國會監督 請問馬總統做到了嗎 民意有過半數認可嗎 國會有授權去跟習近平談嗎 然後國會有辭職監督到嗎 沒有啊 那所以說這樣根本就不符合 馬英九自己的承諾 跟台灣的民主原則 那個韋哲 你問到 韋哲委員 你問到一個重點 有沒有國會的監督 可是總統不對立法院這個負責啊 所以但是總統要去立法院去報告的時候 民進黨是黨的啊 這又怎麼會說呢 總統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叫國會監督嗎 你很遠吧 我覺得其實比不過一個到國會做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比不過一個記者會啊 因為傑秘你也知道 馬總統的記者會還有記者一問那馬上回答 還問兩輪 問到爽 問到飽 問到爆 問到吐了 所以馬總統還很高興的樣子 還實問虛答 對啊 那可是國會有這個機會嗎 那就是找這些立委就是坐到那邊 然後他們等於說是馬總統一個演講會 講完了 謝謝 謝謝指教就走了 這叫國會監督嗎 我覺得其實要講就講真的 要玩要玩真的 不要玩假的 好 所以賴老師我要請教你 兩岸是不是進入到新的深水區 還是這件事情結束就是馬席一臥 兩岸關係會分道揚鑣呢 因為現在說法事情是 現在看到蔡英文已經火力全開了嘛 那會不會這是最高峰而結束呢 所以我要問的問題很單純的 馬的說法等於跟習近平同表一中 民眾 你所觀察到民眾是可以接受 馬的說法跟習近平同表一中 這樣說法嗎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馬提中華民國憲法 就算是強調了國家與主權嗎 剛才小平議員是說中華民國憲法 就是主權 就是國家 那馬提到中華民國憲法 這樣就可以強調國家跟主權嗎 這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是來自於中國的說法 你能接受嗎 第一 中國的回應 就是中國網民的回應 觀眾朋友給你一點時間來唸一下 他說永續的和平與繁榮 那麼中國的網民就回應說 就是你們不獨立嘛 然後呢 降低敵對狀況 和平處理爭端 中國的網民就說 那就是叫中國不要打你嘛 好 那麼馬英九的第三句話叫說 擴大兩岸交流 增加增進互利雙贏 中國網民怎麼說的 就是你想賺大陸的錢嘛 說清楚 好 那麼接下來呢 馬英九說第四項說 對不起 掉下來 因為太多了 這個資料震多 好 來 設置兩岸熱線 處理緊急問題 大陸網民怎麼回答的 就留個電話咧 好 那我們再看最後一個 是最重要的就是有關第五項 兩岸共同合作 致力振興中華 共同合作這字也很重要 結果大陸網民怎麼說 好啦 大家都開心啦 那就散場吧 你看到大陸網民 把中華民國總統 提出的五項原則 消遣成這個樣子 這樣我們台灣老百姓可以接受嗎 這些問題等我會請教 一一請教我們台灣智庫 附行政長賴英中 賴老師怎麼來解讀 這樣的一個訊息 我們進行廣告